对于喜欢综艺节目的观众来说 就算是不看最强大脑 那肯定也是听说过这档综艺的 自从有了这档综艺开始 很多观众便被一眼圈粉 这简直是要比科幻片还要好看 当你看到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 闭着眼睛能够盲听一切音符的绝对音感 根据一点小细节能推理出全部画面的超强观察力之后 真的是被彻底震撼了 这么多年以来 最强大脑走出了好几位让人相当记忆深刻的选手 比如水哥王玉衡 鲍云 王峰等等 其中要说最火的 那莫过于水哥了 因为从当选手一战成名之后 他便开始走上了当嘉宾的路 水哥这些年上过不少综艺节目 不夸张地说 现在他完全是可以称之为明星的 从素人到明星 水哥在观众心里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他依然是那个观察力的天花板 最强大脑的神级人物 兜兜转转 水哥在上一季的时候终于回归最强大脑了 对于节目的观众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好消息 毕竟水哥对观众是有回忆杀的 这些年的最强大脑经过各种的改版和升级 但收视率却一直没有什么提升 对此节目组也是相当无奈的 大家都知道 自从作弊事件之后 很多老粉都已经不再愿意买账了 甚至有些本来想看节目 却还没有看的人听到这样的丑闻之后也不看了 老话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你要说最强大脑一开始的各种风神之战 那真的是看到的观众很喜欢 看不到的也很难有渠道去获得 毕竟这档综艺从开播到现在 一般是不会上什么热搜的 充其量最后脑王揭晓的时候会上一次热搜 剩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作弊事件发生之后 可以说每天都是各种热搜 大家想不知道都拿 现在水哥回归了 之前那批老粉也跟着回来了一些 这对节目组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老粉回归最直观的好处就是收视率的提高 一下子就让节目的收视瓶颈破局了 上一季的收视率和口碑都还算不错 于是这一季继续邀请水哥当嘉宾 除此之外 节目组还又想了一些办法 那就是把以前那些老东西都拿出来玩一下 首先重启了魔方赛道 记忆赛道 速算赛道 这些赛道都是节目一开始就有的 而且都是有过各种巅峰时期的 观众一看到就非常期待 换句话说 只要提到魔方赛道很多人就会一下子想到贾力平王英豪等选手 只要提到记忆赛道大家就会一下子想到王峰 只要提到速算赛道大家就会想到陈冉冉 石瓦领英等等 对观众来说这些赛道是非常熟悉的 甚至可以说是久违的重逢 所以期待感非常强 其次一开始就有国际赛 国际赛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一直都是对收视率很有帮助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 只要是有国际赛 那大家就会一下子觉得非常刺激 而且也会毫不犹豫的支持中国战队 这一季不仅是和往常一样 在节目最后阶段有国际赛 而且在第一期开始就有国际赛 这样的玩法是相当高明的 节目组真的是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 加国情怀这种东西 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出现 都是可以调动起观众积极性的 一下子就能让比赛刺激起来 在这一季的第一赛段中 因为国际赛的加入让观众看得相当过瘾 在紧接着迎来的第二赛段中 观众看了之后 却越来越觉得尴尬了 张玉萌的淘汰 不仅打了水哥的脸 也打了最强大脑节目组的脸 在这个赛段中 选手需要站出来 挑战已经坐上荣耀席位上的选手 一旦要是输了 那就必须要在下一轮比赛中拿到第一名 要不然就被淘汰 当然 选手也可以选择不挑战 这样的话 只要在第二轮拿到前三名就能晋级 说白了 无非就是被人说有点耸 但是却为了晋级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在已经播出过的三场比赛中 都有选手站了出来 在速算赛道 因为没有人在荣耀席位 所以需要两位 张玉萌和张徐寒宇站出来了 在记忆赛道 陆凯站出来了 在魔方赛道 马之源站出来了 那么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张玉萌 陆凯 马之源全都被淘汰了 真的是让人看得太尴尬了 尤其要说的是张玉萌 小朋友的实力真的是太强了 被淘汰真的很可惜 实话实说 几位的淘汰 真的是太打水哥的脸了 也太打节目组的脸了 第一 打水哥的脸 水哥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评价选手时 经常会说策略 如果要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这几位选手 都是非常不懂策略的人 在这样的赛制之下 显然在第一轮不站出来 才是最好的策略 但是这几位都站出来了 水哥一直讲策略 所有人却都把这些话 当成耳边风 这不就是在打水哥的脸吗 然而 要是所有人都懂策略不站出来 那合适吗 我敢说 只要没人站出来 那就肯定没人说他们懂策略了 而是会骂他们 太没有亮剑精神了 这种东西 真的是怎么说都有理 究其根本 其实就是赛制设计的不合理 第二 打节目组的脸 作为节目组来说 设计赛制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选手的感受 更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感受 这是让人非常尴尬的 对于选手来说 站出来是不懂策略 不站出来是不敢挑战 怎么做都不对 对于观众来说 在最强大脑这样的舞台上 大家希望有本事的人留下来 没本事的人赶快淘汰 如果要是出现有本事的人 因为赛制问题而被淘汰的话 那是绝对会议难平的 如果要是没有国际赛也就罢了 有国际赛的话 观众就忍不了了 毕竟淘汰了强者 意味着中国战队获胜的几率就变低了 不管是新观众还是老观众 更或者是不看节目的人 只要是中国人 那就希望所有的一切比赛 都是中国战队营 这是每一个国人都有的心态